市長昨天提出疫苗混打的建議 被陳時中部長說不建議 我看過的論文 大概是AZ先打再打 莫德納跟BNT 倒過來倒是沒有看過 如果按照論文的話 第一劑打AZ的話 當他第二劑要打AZ的時候 這次是可以打莫德納 他們說這樣的話 抗皮比較高 抗皮濃度比較高 是不是保證防疫效果就一定比較好 這個倒不一定 沒有絕對的百分比 市長昨天提出疫苗混打的建議 被陳時中部長說不建議 目前沒有規劃 市長您怎麼回應 另外有聲音是混打疫苗副作用可能大增 市長有看過類似論文證據嗎 一般 我看過的論文 大概是AZ先打再打莫德納跟BNT 至於倒過來倒是沒有看過 還有一打 隨著疫苗慢慢出現 這是在疫苗很多的國家 才有這個混打的問題 我們現在台灣 到現在只有兩種而已 所以原則上 最多也是AZ 到底是第二劑要打AZ還是打莫德納 但是如果按照論文的話 第一劑打AZ的話 其實特別是在防疫專責病房的人 當他第二劑要打AZ的時候 當他第二劑要打AZ的時候 也許 如果照論文 這次是可以打莫德納 他們說這樣的話抗體比較高 不過是這樣 抗體濃度比較高 是不是保證防疫效果就一定比較好 這個倒不一定 這個沒有絕對的百分比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如果沒有特別recommendation 就是說第一次打AZ 這次打AZ也可以 要打莫德納 一無不可 因為至少在論文上沒有說這樣一定不行 所以沒什麼特別意見 台北市長 柯文哲有說 有看到國外的論文說先打AZ 再打BNT或莫德納效果比較好 那也有專家建議說 如果同時是打AZ 然後再做這個國產疫苗的這個研究 可能也是一個方式 那我們怎麼看這個部分 謝謝 混打目前到目前 在我們的專家會議裡面 並沒有說這樣的建議 目前還是要看更多的證據 那現在大家都有看到一些 相關的一些報告 不過我們選擇這個相關資料 更完備一點 來做這個決定會比較好